禁酒令解开 极端分辞想不开 团结政府上台后 开始逐步修改过去不合理及保守的政策和措施 最近 吉隆坡市政厅一致批准1519个酒牌更新申请 其中包括杂货店 便利店和中药店的申请 招致一党的不满 过去几十年来 公开售酒本来就不是什么敏感的课题 可是2020年喜来登政变发生 国盟上台执政后 政府就以酒驾死亡车祸频繁为由 在同年6月宣布冻结派发新的卖酒执照给申请者 并且还禁止杂货店 便利店和中药型售卖烈酒 如今 禁酒令得到解除 却引来联邦直辖区一青团领袖的不满 他们表示 对取消禁令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 并认为这只会进一步加剧 目前已经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们还意图把这项政策 应设施行动党的所为 喝酒是非穆斯林的权利 不管您认不认同 也应该给予尊重 可是保守的一党不断地炒作这项议题 企图分裂国民 只能说 禁酒令一除 极端主义难解啊